READY! READY! GO! 哈囉大家好我是凱一 今天邀請到綜合格鬥職業選手 The Shadow 吳仲凱 大家好我是吳仲凱 凱非常的年輕 今年才24歲 但是他在9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習柔術 14歲開始進入了他的格鬥生涯 經歷過的比賽是大大小小的數場 那可以請問一下Kai目前的戰績嗎 我現在的戰績打職業賽是五勝兩敗 然後打業餘賽的胎拳是五勝沒有輸過 然後打業餘賽的MMA是三勝一敗 業餘賽只有四場而已 為什麼業餘賽那麼少 不是你的職業賽的資歷這麼豐富 打業餘賽的經驗沒有那麼多的原因 是因為有很多對手後來都找不到 找不到對手 太強了 强到找不到對手 找到對手後來也沒打 有找到但是後來卻因為很多理由 對對對 連續12個 連續12個都有不一樣的理由 後來就沒有打錯 也是有一點怪怪的 你有聽過最醜的理由是什麼嗎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他們狗跑中 那比賽以前說我狗跑了 我只從比賽有不大 自從上一次在成績思汗跟館長還有阿倫 體驗過這個格鬥之後呢 其實我一直到現在還有在訓練 綜合格鬥的技巧 為了就是想要再挑戰這個領域的高手們 並且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重訓其實只是各個運動專家背後的一個基本能力 你的選擇你的方向有很多 今天啊 非常的刺激 其實我要來跟現役的綜合格鬥職業選手Kai 進行兩分鐘三個回合的隊列 帶大家見識一下 這個Pro有多強 請多多指教 能跟高手切磋是一種幸福 不要看我嬉皮笑臉 我現在是非常緊張 我們現在呢 我們希望能夠把平常訓練的一些技巧 就流暢的使用出來就好了 對啦 因為我期待你們精采表現 我也很期待 希望不要被揍成金頭吧 對啦 蓋衣的肌肉線條怎麼樣 本人比較壯 開始有點怕了 我有點後悔 確定 大家已經才在練過隊伍 究竟蓋衣給他表現如何呢 準備要開始對練 這個 褲齒 是一定要帶的 保護牙齒 牙齒是很貴的 我護膛也穿欸 你們不要覺得我很古 其實裡面是護膛 等一下我會被黃標 不會不會不會 大家覺得我的臉頰 最近看起來很小手 有一點 因為我1月要比賽 我這兩個月已經從 本來的80公斤降到現在的72分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消瘦 比較憔悴一點 蓋衣那這個比賽 我們也會做影片給大家看嗎 沒錯 1月12號我跟Kai 都會有一場個人的比賽 那我比的是踢拳規則 然後Kai比的是職業賽 所以我歡迎大家來現場幫我們加油 然後現場有很多比賽 大家可以看下來 非常精彩 我們現在進行三回合 每回合兩分鐘的Kip Box的規則 那不允許頭髓 不允許踢打 對方的下方以及後 好 碰拳套 回到腳路 Ready Read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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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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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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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伊感覺怎麼樣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他的業餘賽對手要棄賽 打不到他 但是打空氣 果然是蝦腳 真的是隱無者 剛剛這樣子跟蓋伊對戀下來有沒有什麼感覺 不想被他打到 他很強 可以感覺到他全揮過來如果剛才打到的話 我就應該睡不覺了 睡不覺 所以說你用靈活的方式來閃躲他的攻擊 盡量 這個策略 對 第二回合 Ready Go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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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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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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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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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6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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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K 感覺就是對於心肺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對 而且 你知道嗎就是 像這種G級型的隊練啊 如果對手他比你強很多的話 弱的那一方會特別累 因為就是在場上的壓力很大 因為你就覺得你怎麼摸都摸不到 你就會覺得我只要一往前 就會吃到他拳頭那種感覺 就很容易會想要退縮 尤其打到後面很累 很累你就比較被動一點 就希望他不要再靠近我 所以強的人就會有任有弱的 就會更加的有考驗耐力 非常有感 剛剛第二回合跟蓋伊這樣對練 有什麼樣的感覺嗎 有第一回合抓到節奏 所以第二回合馬上改 所以他就抓不到 第三回合又要換節奏 所以他好像比賽每一回合跟我打的時候 好像是一個不一樣的人 所以他永遠就抓不到 不會是shadow 他太壯你不能被他打到 趕快給蓋伊多一點練習的經驗 好 謝謝 第三回合預備 發動 cepet 你再一次 再一次 舟 準備 對 好 好 起床 四十五 四十五 五十五 十二十 非常好 非常愉快 這個被虐的感覺 今天讓你陪練了 真不好意思 沒有沒有 謝謝 我相信他完全沒有練到什麼東西 有有有 大家知道嗎 我已經用全力在跟他打 但是我完全可以感覺到 他大概就三成力吧 然後他非常會抓時機 我只踢你 踢你感覺都在你的預料之內 你感覺都看得到我要踢你 對 就接起來就踢 或者是根本不直接踢我 還有我的重心便宜 果然是高智商 靠IQ 在打格鬥 苦練出來 非常感謝 受益兩多 我跟Kai在2020年1月12號 在WOTD主辦的台北體育館 會進行一場個人的比賽 我比的是踢拳規則 就是大家剛剛看到的這個規則 那Kai呢 他比的是職業賽 所以就不一樣了 他在這裡 我在這裡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Label不同 大家歡迎來現場看比賽 幫我們加油 那現場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比賽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絕對非常精彩 直回票價 可以 你超喘的 我看他神色自弱的 我超喘 我沒有在演的 大家可以上一個Facebook 打那個中華綜合格鬥協會 可以去看一下那邊有比賽的資訊 1月12 幫我們加油 今天機會非常難得 能跟現役的職業綜合格鬥選手 在這邊對練 那我一定要來偷偷請他教我一下 剛剛這三位呢 Kai有沒有覺得我哪邊 你需要調整 你右手很重 可是你沒有信心丟出來 就是出拳 出籃車有一點節奏沒抓好 然後你踢腳的時候呢 你沒有先用拳感覺節奏再踢 你就直接踢 所以以後你跟人家比賽的時候呢 你要先盡量用手碰到對方的時候 再出來一個踢 然後到時候你踢人家腳的時候呢 人家感覺到節奏 你再出一個右手 這個節奏就改變了 所以Kai會建議我先 可能一個主推 然後接一個踢之後 再接一個拳 對 要把它連接起來 因為不管怎麼樣還是踢拳 還是很多人會先用拳 或再用踢 可是如果你把它連接起來的話 會合起來的話 就會非常厲害 有一個人跟我講過同樣的話 他就是我的教練 他就是我的教練 Camp哥 他跟我講過一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需要時間 一直練習 反覆做這動作 沒錯 才能在實戰中拿得出來 沒錯 這個有一個練習方式 你先打個刺拳 然後你再踢一下腳 對不對 你再換回去 你越來越練 腳位 右手呢 再左踢過來 對沒錯 比較會連接像一個交叉 一個是對手切的 右腳 右手在踢 你這樣子練習一下 對手切的 沒錯 我現在是正教 但我打完一拳 踢完之後 我會變反架 反架之後 我在一個 沒錯 右拳之後接 可是也要看對方 因為我是兩架 兩邊都會換 我是左手右手可以打 可是你要看 如果人家是退後的時候呢 才要換架 如果是人家不退後 你在那邊你要收回來 要不然你換架的話 你在人家的範圍裡面 會被打到 然後很危險 對 危險性就比較高 打完之後我踢 然後我換架 但是在這個人家攻擊範圍 對方沒推 他可能就蹦蹦蹦 就打回來 對 所以你四拳打完的時候 右腳踢完之後 收回去 然後再右手 上去 然後再左踢 沒錯 這樣子節奏就比較完整 對我有注意到你們 剛剛比了三回合 最後一回合的 雙方的攻勢都比較猛烈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通常這種比賽會 前面會有點在試探對方那種感覺 基本上前面 大家一開始都會打得比較保守 當然這還是看選手的風格 沒錯 但是我覺得大多數 一開始會比較保守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攻擊距離 我自己也還在抓節奏 所以一開始都會試探試探 然後最後可能剩下30秒 或是下個回合之後 才會開始轉速吹起來 那一方面也是 我覺得也是要保留一下體力 對 因為我第三回合就是已經快變那個軟腳瞎了 現在光移動都覺得好累喔 沒錯是真的很累 一拳的節奏要慢一點 就是你手要放鬆啊 需要出拳的時候才要緊一點 要不然不出拳的時候要盡量都要比較放鬆 要不然一直很緊的話對不對 這樣體力就消化出來比較快 因為你們練重訓的人對不對 如果肌肉比較壯 然後練爆發力比較快 大部分你們都一定要比較緊一點 對 可是如果你可以轉變或者換的話對 比較平衡一點 打拳的時候就可以放鬆 然後出拳的時候才有 這樣子你就會比較結實 對要切換一下 對 因為我們重訓的時候 常常都是一口氣大口的吸 然後發力 沒錯 但是打拳我覺得節奏很快 所以會 沒錯 所以那個呼吸的節奏其實落差很大 對 所以我剛開始從健美健力轉到綜合格鬥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喘 一直打到現在八個多月 我覺得慢慢調整過來 回復也變快了 對 然後還要再繼續練下去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希望有機會 能夠打中 Kai一拳 扎實的打到他一拳就好 還好有閃開要玩真的被打到 就搞不好一月份我都沒辦法比賽了 不愧是靠IQ打拳的 這麼會講話 真的 難怪就是選手跟觀眾都喜歡 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Kai的Instagram 他自己也可以Instagram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裡面有非常多 他個人的生活照 還有比賽的一些精彩畫面 都在裡面 剛剛在場上 其實大家應該都可以發現 我其實都是全力要去刺 刺仲凱他的頭 Kai打我 都是輕輕點到我一下 我可以感受到 點到 但是他不會讓我有很痛的感覺 如果是他踢我身體踢得非常準 然後那個力量掌握得超好 就是他只要再多一點力量 我就會 不能呼吸 他那個點到是剛好讓我還可以動 就是微痛那種感覺 他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技術差太多 你有辦法做到 會抓著你的時間 然後跟我每次出拳的時候 能碰到我自己知道碰到就好 他完全掌握得到距離 他知道這一拳他一定打得到 所以他力量就不會放進去 沒錯 碰到一下 對對對 想問一下就是看 你一個禮拜花多久時間在訓練上面 一個禮拜 我差不多五天會練習 一天會練兩個次 禮拜一到禮拜五到大概 禮拜六禮拜天要休息 對 因為你不休息的話 你也回復不過來 一個禮拜練五天 那你一天練多久 天搞不好練四五小時 如果真的累的話 就不要勉強 就練習只是練習技術 不會把整個體力消化掉 等於要走更長的路 像你剛才講的 所以我們都一定要 要恢復時間 然後拉筋 然後有時候練習的時間 不一定是要打拳 有時候搞不好拉筋就好 用按摩槍放手就可以 最後一個問題 想跟泰奇教一下 對於想剛開始接觸 格鬥的新手 有什麼話想要對他們說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一開始不要把你強迫的鼻子一直練練練 我覺得一定要是當作興趣好玩 如果你對這個格鬥在上面沒有興趣 每天練習都被人家打 然後你覺得不好玩 你不會想學下去 太直接一個禮拜去吃吧 然後越來越想練越多 想進步更多對不對 就會開始發展很多的時間在這上面 慢慢到時候 就是搞不好晚上 不想去Party 或去夜店 就想去打招 完腦子想著 欸什麼動作 可以打到人 今天怎麼會吃到那一拳 對有時候 搞不好逛街的時候 還在那邊揮空拳 因為要練技術那些 對 洗個澡 上個廁所之後 還在那邊見面 對 不能馬通就是 強迫全部 百分之百 挖精神在這上面 因為你到時候真的喜不喜歡 你也不曉得 因為人的心態長滿改變的 所以我覺得這最重要給新手就是 真的要當做一個興趣的 很容易真的三分鐘熱度 你看了一場比賽 或看一個動漫 你覺得很熱血 啊我要來練格鬥啊 然後馬上一個禮拜 就把時間都吹進去 吹完之後 好累喔 對 好煩喔 我還是回家看看動畫 對 沒錯 真的是這樣欸 我看你穿這個護蕩 我想觀眾各位好奇 這護蕩穿起來 到底會不會不舒服嗎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很習慣欸 這是我第二次穿護蕩 開始他有跟我分享過 他那個護蕩的事情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 有有有有 有一次在美國比賽 打業餘賽的時候 被人家Push King 踢到護蕩 比賽完之後覺得 感覺怪怪什麼 好像 我穿兩個護蕩還是三個 然後一拿出來看的時候 竟然裂開了 碎掉了 哇 大家 還好沒事沒事都還好 後來是有護蕩保護 要不然真的 我搞不好承受不了 我一定會比較痛 然後護蕩居然被踢到 睡成三塊 那如果沒帶的話 睡的可能就是 小凱凱了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健安 應該 The Shadow 吳仲凱 我們下次見 1月12號比賽見 掰掰 如果說我從頭到尾攻的防守 我一定退 我不攻擊 其實對手 真的很厲害 但也很難去打對手 往往都是在交換 跟說想出中拳的時候 真的塞到 那個就會倒 像看這種風格 他是抓到對方出拳 延伸 到盡頭的時機 他覺得 欸落空了 那個瞬間被打中的時候 那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時機 可以讓對方 停在任何 或是他收拳來不及的時候 找到時機去KO他 噢